一段时间以来 美国一些反华势力大肆编造所谓新疆实施大规模强迫劳动的谎言 10月22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发言人徐规向指出 美国才是一个活生生的现代奴隶主国家 当天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线上举行涉疆问题信用发布会 徐规向表示 美国在劳动问题上击毙颇深 罪孽深重 从历史上看 美国大肆犯卖黑牛和划工 其他印第安人 近来更是刻意逃避劳工的保护责任 导致人口范围问题泛滥成灾 难以强迫劳动 触目惊心 私人监狱 罪犯 难以奴隶 耐用同工现象普遍存在 美项和残验人劳动权益屡遭侵害 这一个领域其实问题持续恶化 完全是一个活生生的现代努力者的国家 徐规向指出 美国称新疆存在大规模强迫劳动现象 不符合新疆各族群众劳动状况的实际 使西方一些机构和人员纠集反华分子 凭空捏造的谎言 而在西方 各族群众的劳动权益都受到中国宪法和法律的保护 各族群众选择什么样的职业 到什么地方去工作 都是出于自己的意愿 人生自由从未受到任何限制 他们的封俗习惯 宗教信仰 他们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都依法得到了保护 有关企业也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工作生活条件 他们工作舒心 生活安心 家人放心 根本不存在强迫劳动的问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发言人伊利江阿纳伊提表示 美国有数百年贩卖 虐待和歧视黑奴的历史 时至今日 美国仍然继续放纵翻越人口 而受害者则从黑人奴隶转变为外来移民 据有关书记显示 过去五年 美国索亚五十个州和华盛顿 格拉比亚特区都报告了 强迫劳动和人口泛应的案件 每年从境外翻印至全媒 从事强迫劳动的人口多达十万人 其中 一半被泛应到血汗工厂 或遭受家庭奴役 伊利江阿纳伊提说 非盈利组织北极星项目统计数据显示 2007年底至2019年底 美国全国人口翻印热线揭报案件 共有63,380起 其中2019年11,500起 涉及受害者22,326人 在一串串代血代类的数字面前 美国国务院也不得不承认 美国是强迫劳动 奴役受害者的来源国 中转国和目的地国 合法和非法行业都存在人口泛应情况 徐贵向表示 美国农业领域是强迫劳动的重灾区 据统计 30%的农场工人及其家庭 生活在联邦贫困线下 此外 美国私营监狱中的强迫劳动 令人瞠目结舌 美国滥运童工 性别歧视等问题 也相当严重 当然这些方面也都是 只是美国存在强迫劳动问题的 冰山之一角 那么在还有很多的资料 都可以大家可以发现 美国才是侵犯人权的最大的制造者 那么就是这样一个国家 却对新疆的劳动纪约状况横加指责 并且以侵犯人权存在强迫劳动为由 对新疆的相关产业进行制裁打压 伊利江阿奈伊提说 美国应停止在劳动问题上搞政治仓动 切实正式并解决好自身问题 一味玩弄人权双标 只会预感弥彰 图增国际笑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